特別注意喔,同學 第一個最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Function不是按上面執行 為什麼? 它這個一定要跟你互動 所以你按執行的意思是說 不跟你互動 所以你一定要從這邊執行 找到那個什麼呢? 非數字個數有沒有 然後給它資料 按確定就可以 不過最常遇到的狀況就是說 有同學非數字個數函數 可能也是複製前面的 所以可能非數字個數函數呢 這邊return這個地方 如果你少這個名稱不對的話 它回來就零 因為它裡面沒有接到 漏接了啦 所以這個地方都是比較常遇到的錯誤 因為我們前面寫了蠻多方選 所以回去啦 反正就是練習啦 其實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太複雜的點 主要是理解那個邏輯 可能是有點像那個資料留 資料怎麼串怎麼留 怎麼丟到你要的地方去 大概就是這樣 中間只是說它幫你處理完 你給什麼? 它返還一個結果給你 中間就是你需要寫邏輯判斷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大概是這樣 再來就是 留下數字函數部分的話 最大的差異就是 把抗函數改成s 這個跟剛剛一樣 所以我想這個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裡面的話呢 就是邏輯end 這個我想都一樣 所以一樣是插入一個 function 名稱叫留下數字函數 然後呢 原始資料中間部分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拿上面來修改 也許拿那個sup來修改 裡面的話 大概就是也是一樣原始資料 本來是salesA 那全部改成原始資料 反還給誰呢? 反還給自己本身 所以特別說 反還給自己本身 上面跟下面一定要一致的 如果不一致的話 出來一定是0 0的話 表示漏斜 所以如果看到0 你這應該是上面下面 它那個名稱沒有一樣 那留下英文的話 其實也跟上面一樣 所以你把上面複製貼過來改 大概改一下 大於等於65 小於等於90 挺多是Ucase再包一下 轉換成大寫之後再來判斷 其他都差不多 那中文部分的話呢 其實也是 就是 一樣邏輯 不過我這邊 我看一下 我那個講義裡面 其實也有加留下中文部分 留下中文 留下中文 我這邊有多一個補功 就是說 如果說你擔心裡面 有那個全形式的話 也會產生錯的話 你可以用VBA裡面有一個 什麼呢 一個叫String Convert的一個 的一個 函數 它可以先怎麼樣 如果裡面有全形式 它可以把所有的全形式 通通都改成半形式 用法的話 就是 VBA點 等下去有個什麼 String Convert 其實還蠻好記得 String STR 就是四串 後面有個 CON 應該是什麼 Convert 就是轉換 然後跟它講說 幫我把原始資料裡面 如果有大寫東西 全部都把它轉換成 全形的部分 全部都改成 所謂的半形式的話 那它這邊有個清單 你只要找到VB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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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述的話 它就會幫你把裡面的全形式 通通改成 這個半形式 你也可以試一下 比如把Excel裡面 放那個全形式 試看 我試過應該沒有問題 本來如果沒有加這一行 會出錯 但是呢 如果加了之後 應該OK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假設 我們最後 假設這個先不要加好了 那我把什麼 把Excel好了 假設這個Excel 全形式記得從這邊 變全形 然後打個 Excel 先這樣 應該可以看得懂 這個全形式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假如說我 用那個什麼 就是這個 剛漏蓋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把這邊留下中文 你會發現 插入還數的時候 留下中文 因為它是全形式 你會發現喔 它會把什麼 留下中文 這幾個應該不是 有沒有 可是它卻以為它是 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它是 全形 那全形式 就不在那個內碼表裡面 一樣是在別的地方 那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 用我剛剛的方法 就是加一個這個 那先坎勒 就是這邊有一個 留下 把這個加進來 預先做轉換 轉換完之後 再來判斷 試一下這個應該就 打勾之後 發現 下下填滿 就恢復正常了 意思是說 如果它遇到全形式 會先幫你把它 轉換為半形式 來判斷 就會比較不會出錯了 OK 大概是這樣 那今天的話 大概就是把這個範例題 給講完 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再來針對有關 邏輯凡數部分 在做後續的說明 其實它在我們的練習裡面 還有我剛剛講的 自算切割 也許回去可以試看看 我要切割中瓜糊裡面的資料 但是這邊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幫那個同學做完之後 他OK了 後來他說 可是老師我裡面的那個 中瓜糊只一個 可能有兩個 可能有三個 可能有四個 很多個怎麼辦 OK 那就又是一個問題了 不過也許 回去可以試看看 我們之後 再 看在後面的部分 又更困難了 如果有問題 就要建照拆照 不過可能難度相對 也會比較高一些 我們慢慢 慢慢往上達 OK 那今天的話就先講 再講 中瓜 咪 字幕電視 詞 感谢观看